以為大家可能剛才沒有教那個大家Splitter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Splitter的話其實就是 呃...我的話是理解 好 所以基本上因為這個東西 它可以以它的空白做切割 然後回傳回來是一個Array 所以我們就可以 就是叫它Return 因為Array通常是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一串的那個 比如說盒子之類的 反正它編號是從0開始 那回傳1的話就是第二個元素 第二個元素的編號是0 好 那就這樣 那我們會進入到... 最後一個階段 那就是我們要講到JavaScript互動的部分 那互動的部分呢 大家先要了解一個東西 就是... 呃... 就是... 呃... 就是Object Model Document Object Model 那它是... 它是一個... 呃... 通常你在剛才那個Console 你可以打Document 或Window.Document 你就會叫出一個Object 那這個東西呢 它... 它詳細的定義了它的Spec 在... 底下這個... MDN的Spec裡面 那它的概念大概是說... 呃... 我們可以想像就是... 它是一個HTML的文件 然後... 它把它... 剛剛有講過... 剛剛有講CSS部分的時候 有把它講過 它是會轉成一個Tree的Model 一個Tree... 樹狀的結構 那... 那... 你就會想到這個樹狀的結構 其實... 對於... 在於... 那個... 它是一個Object 去... 去包含這個樹狀的結構 就是Mapping 就是你旁邊那個樹狀的結構 你一定要包含... 這個... 就是... 這個Object的... 形式一定是會包含這個樹狀的結構 對... 所以它像... 它Object裡面就會有... Document裡面就會有... Body Body裡面下面就有... Style 像每個Element的下面都會有... Style 去決定它的... 那個... 外觀 然後它會有些... Document裡面會有一些... 方法讓你去取得這些元素 所以... 第一個是... 通常我們在互動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 先決定幾個步驟 像是第一個是... 決定你要取得你的... 元素 你才能做接下來的事情 所以我們... 在... 我們所謂的... 我們會講Native JavaScript 就是... 其實大家... 之後我們可能會講JQuery 那在取了JQuery以前... 古早的時候 大家都是用一些... 比較基礎的方... 方式在... 去取得這些元素 像就是... Document下面會有一個... GetElementById 就是... 透過... 呃... 元素裡面的AttributeId 去取得這個元素 然後甚至你可以... 依照ClassName去取得元素 或者是... Tag的Name 就是那個... Element的TagName 那... 取得第一個元素以後 接下來你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是... 呃... 改變一些外觀 改變一些外觀 就是... 我們前面會取得一個元素嘛 它下面的Object會有一個... 點Style 點Color 你可以改變它字的顏色 甚至你可以改變它的... 呃... 背景顏色 就是... Background Color 那... 還有一個... 呃...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在於... 所謂... 取得CSS的部分 這部分呢... 是比較特別的 是可能... 這邊可能... 這可能大家可能... 呃... 會暫時有點... 就是... 當你... 呃...我們... 這邊要講這個目的就是當... 因為我們之後可能會講到Jerquery Jerquery裡面會有一個很... 常見的方法叫做... 就是... 選擇元素以後會點CSS 它... 非常簡單 它用一個很簡化的方式就告訴你說... 你怎麼樣取得... object的... 就是你取得的元素的CSS 但是在於... 本身... Native JavaScript 它需要... 這個方法就是... 當你前面這個... 像... PTP版上最近就有人在問說... 它為什麼用... 點Style... 點Color... 會取不到那個東西呢... 其實原因是因為... 這個東西是定義... 這個... 你會取到的是... 就是如果你在你的Element 用了Style Attribute... 你用這個就會可以取得到... 但如果你那個東西... 本身沒有定義好的話... 它就會取不到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 這個... 只是可讀可寫... 就等於說...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 就改變... 現在你網頁上看到的結果... 就看到的那些元素的結果... 但是這個東西... 是只可以讀取的... 就是等於說... 它是把... CSS的規則... 讀進來以後... 再轉成... 一個... 就是它裡面的... 內定的Object 所以它會有一個... 所謂的... GetComputedStyle... 那其實... 前面的Document.defaultView... 這個可以取代成... 用Windows... Windows下面也有這個方法... 那你會指定一個... Element...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再指定一串... GetPropertyValue... 就告訴它說... 我要背景的顏色... 所以... 所以其實... 大家可以看... 其實有點難懂... 跟... 複雜... 到時候... 先給大家看... 到時候其實這一串... 會被...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取代掉... 對... 那接下來就是... 除了... 你可以... 去取得元素... 跟改變它的外觀... 跟取得它... CSS去做一些值... 那... 更...更重要的是... 還有一個東西是... 你要去... 操作... Event... 你要去... 去做一些... Event的控制... 你才會... 讓人家感覺這個... 互動是有趣的... 譬如說像是... 大家最常用的就是... Click... Click的話就是... 通常一般... 比較...正式的... 就是... 的用法... 就是... 你的Element... 下面會有一個方法... 叫... 就是它會監聽一個事件... 監聽一個事件以後... 監聽什麼事件呢... 就是... Click... 這個事件... 然後你會丟一個... Function進去... 那這邊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它第一個這個... 它會括號一個... Event... 那通常... 通常你這邊... 其實你可以... 任意寫... 任意寫... 那其實它代表... 都會是一個... 事件... 就是... 它這個Function... 它固定一定會傳一個... 就是... 傳一個Argument進去... 就是... 傳一個參數進去... 就是Event... 那不管你怎麼命名... 都可以... 好... 接下來你就會在裡面做一些事情... 那... 呃... 因為時間其實剩下不多了... 所以... 這邊我們可能... 呃... 這個是這個練習... 好... 就是... 這邊可能有一個練習... 就是說... 呃... 這邊有會... 你會看到一個Button... 那你要改變Button上面的... 顏色... 那這是那個... 上面... 上面它寫了一個... 小的... 我把它轉成這個HTML... 那它寫了一個... 小的一些demo... 那你可以直接在... Call Pen上面找到答案... 但是如果你... 你想要自己嘗試的話... 你就可以... 它這邊多了... 用了一個叫... class list的方法... 它會判斷... 因為在於... 操作... 如果... 直接操作... 剛才我們講的... style.color... 可能... 你會不太習慣... 其實最好的方式是... 直接操作class... 會比較直覺... 因為你在CSS寫了一個class... 然後你去增加這個元素的class... 或減少... 那大家可以在這邊嘗試一下... 就是... 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是... 你一定要先取得那個元素... 然後接下來是... 你在這邊取一個Event... 對... 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 比如說你要怎麼取得... 上面這個Button... 嗯... 比如說你可以用... Document.getElement... 把ID... 是... Button... 就是上面有一個Button... 這個ID是Button... 對... 那你就可以判斷說... 它... 它如果有Red的這個class... 通常在這個style... 的list裡面... 我們會已經事先定義一個... 呃... 所以這邊會有定一些class可以用... 像它會有定一個Red的class... 所以在接下來你在這邊就可以做一些... 的...Button... 比如說... 就是... 你去處理這些classlist的方法... 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 那答案就在CodePen上面... 那... 基本上... 今天的... 呃... 有人還是反應進度有點快... 那... 那因為其實... 前端真的蠻多東西可以教的... 那我們時間其實不多... 那... 其實很感謝... 就是有... 各位助教幫忙嘛... 那剩下... 我們最後一點時間是看... 助教能不能從這些... 範例再延伸出... 大家可以做一些... 小的作品的嘗試... 比如說把這個... 改成說... 它的... 顏色是... 呃... 隨機的跳的... 或者是都可以... 或是... 給它一個... 給它一個... 顏色的array... 呃... 裡面它會有一個... style... 有一個... element嘛... 假設這是... 渠道element會有一個... style... 點color去換... 上面顏色... 或者是說... 你可以在你的... CSS... 裡面定義一串... 呃... 可以定義不同的... CSS... 呃... 所以... 假設這是... 那個... class的name... 那你就可以在你這邊... 定義一些class name... 然後你去做一些... 變化... 那... 最後希望... 希望有人... 可以做出... 可以demo的東西... 好... 謝謝大家... så... クルク... 經ram... 谢谢大家...